野柳地植公园最著名的景点女王头多年来自然风化下 12年景围是变细了11公分面临断井的危机 北关处除了针对地植景观的保育 还要针对人文医术来降到最低 一块去了解 万里区野柳地植公园最著名的景点女王头 因为自然风化的结果 12年来景围变细了11公分面临断井的危机 为此北关处除了平日里以多元的方式保护女王头 更加杜绝女王头被人为所破坏 在科技的保育之下也考虑以复刻的方式 希望让女王头能够永续存在 野柳女王头的景围大概现在只剩下120公分 越来越细的结果是自然风化的一个结果 我们北关处还有我们的OT厂商新空间公司 针对野柳地植的保育 我们有做3D的扫描 然后也有做监测 然后也有找专人去做现场的维护 避免人为的去破坏 最主要就是减缓人为破坏 所造成的受到地质或岩石受到影响 其实野柳地植公园不仅是一个热门的观光景点 更是环境教育的重要场所 所有的地质景观全都仰赖大自然力量所生成 因此除了女王头 其实还有许多富含教育意义的地质景观 像是竹台石豆腐盐 还有热门程度部署女王头的俏皮公主 都相当有教育价值 野柳地植女王头 我们会用各种方式 然后让她能够维护 然后让她存在 甚至我们会有妇科版的女王头 让游客也能满足 游客要跟这个女王头照相的需求 那未来呢 针对游客在离尖峰 这个人数差距过大 或旅游旺季的期间 我们也会加强分时分区的管理 还有游客的分流 那我们对于相关的措施 我们都会滚动式的检讨 务必呢 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提升 这个园区的游园品质 跟这个保育 同时都能够兼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北关处针对地质景观的保育 除了自然风化的保护 还要将人为因素降到最低 未来在经营管理人流层面上 也将会有所改变 将以分区分流的方式 进行园区的管理 既有人流的区分 要让游客更加了解地质公园 也让游园的环境变得更加舒适 记者料品汉 万里财富报导